下方队警方接火通报纷纷赶到车祸现场 一次派了三辆救护车 救护人员从乡行车内救出了亲密伤患 先在路旁查看伤势 一次乡行车车头全毁 撞几里到大零件四散一地 纽泽西护栏也被撞到碎裂 而受伤的J型人全都是趁着春节假期 来到澎湖玩的游客 一次在203县道16.7公里处 自撞路旁围墙引发事故 一度有人受困在车内 警销派出6车12人火速前往现场抢救 索性都及时被救出 我们两家医院做个分流好不好 不然一次他可能没办法多知这么多 但多达7人受伤 救护人员担心一间医院无法收治 洗澡过后采用分流的方式 将伤患送到当地两间医院 大年初二开新出游走春发生车祸 还好人都平安无事 其余被新闻城镇澎湖厂报道 不可能不塞车吧 就靠免塞神器TVB的新闻APP 地雷路段子爆煤 一目了然 快避开 指定公里处塞车状况 这边没塞诶 随选随看 最新新闻同时及时掌握 不年反乡不卡卡 快下载TVB的新闻APP 感谢观看